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精神补偿的问题 我也不需要他的安抚 我只是需要把这个事情论证清楚 500块钱也好 还是我1500块钱的损失也好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商家对我来说 存在了某种欺诈和霸王条款 我是不认同这个事 我不需要安抚 我也不需要这500块钱 在孙女士看来 对于六重保障的详细规定 协程方面根本没有告知她 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责任不在她 那么到底商家有没有义务告知 消费者详情呢 就当事人所说的这种情况 商家实际上侵害了 他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对于商品和服务 有获得全面客观的 这个了解的这个权利 那么商家呢 只向他介绍了部分情况 但是没有向他介绍另一部分情况 使得消费者并没有全面的了解 关于该商品的全面的信息 因此侵害了该消费者的知情权